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最新的天气资讯 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 在下个礼拜 在台湾附近会有热带系统深沉 那现在欧美预估说 这个热带系统不排除 在下个礼拜会增强为台风 现在路线的估算也非常不一样 像是可以看到欧洲模式 它是会一路的往菲律宾靠近 不过看到美国模式 目前它预估会往台湾的方向前进 但现在的不确定性因素 还非常的大 所以下个礼拜还要密切观察 而在秋天到达的台风 大家要留意的是共伴效应 随着东北季风的到来 在台湾的雨势加上台风 可能雨势会更大 所以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接下来看到温度的部分 首先看到今天的最高温 在各地都有机会超过30度 都是比较炎热的天气状况 而在北部的部分 越晚的时候 东北季风慢慢靠近 在北部会稍微降温一点点 到了明天之后 东北季风影响更剧烈 我们透过定量降水预报图 可以看到在明天的下午之后 东北季风慢慢影响 在今天下午 其实在北部地区的迎风面 已经开始出现雨势了 到了晚上之后 雨区会慢慢扩大 迎风面的东北角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带来雨势 接下来看到温度的部分 北部未来五天的温度变化 礼拜六礼拜天 风面暴到加上东北季风 稍微降温转雨 礼拜一开始 这一波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一些些 温度有机会回升 不过到了下个礼拜二开始 又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要报到了 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更剧烈 降温转雨的感觉更明显 中南部地区的温度变化 带你看到未来五天 基本上都是温暖的天气形态 中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 午后热对流影响会有降雨 温差也比较大 最后看到了未来的降雨趋势 我们透过未来的降雨趋势 可以看到礼拜天开始 东北季风影响 在迎风面的部分会有局部大雨 而接下来水气慢慢减少一些些 但是下个礼拜开始 下个礼拜二又有一波要报到了 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影响更剧烈 因为会比礼拜六这一天的还要更强烈 所以提醒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特别注意 以上就是我们这节最新的气象资讯